宜蘭縣警察局為了穩定社會秩序 展現掃黑決心 由局長林武宏親自領軍 針對轄內黑幫據點為事 依附行業進行威力掃蕩 削減黑幫氣焰 並斬斷他們不法晶圓 宜蘭縣警察局 為了展現政府掃蕩黑幫的決心 由局長林武宏帶隊 針對我們宜蘭轄內 人堂 名人會 序人會等黑幫據點 於三月份開始 執行高強度 高密度的閉鎖市 威力擴大領檢 針對這些黑幫所依附的行業 為事的住所 活動的地點 進行威力掃蕩 那正義士師的強大氣勢 也著實讓這些黑幫 震惑不疑 另外 陷警局也配合警政署同步 執行全國第八波安居企圖專案 分別查獲宜蘭名人會所用的兩部運毒專車 以及吳姓 林姓 王姓等藥頭 並起貨第三級毒品凱他命 和相當罕見的勞力士採紅煙 我們先前鎖定了名人會 他在宜蘭地區的販毒專車 經過追捕之後 攔截到該車 並在該車後座的隱藏機關內 起出了高達65包的KTAMIN 這個都是他們類似像Uber一樣 要去販毒所用的販毒專車 另外隨後我們又在蘇澳地區攔截到 另一輛由這個靈性藥頭所開的 這個運毒專車 並從他身上起出近來罕見的彩虹煙 這次警方共查獲組織犯罪一件12人 各類毒品藥頭33人 另外偵破槍炮 詐欺 竊盜 妨礙自由 公共危險以及各類通緝犯計32件75人 成果封碎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新採訪報導